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我是斯坦 首先呢,我要非常感謝這週加入的新的贊助人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謝你們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透過每個月請我喝一杯飲料的方式來鼓勵我的自由創作 影片下面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喔! 現今社會在台灣只要選上總統 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人生成就 然而過去在陽明山上煙霧飄渺的山中有一棟歷史建築 在那邊曾經有一群挾持台灣人 超過半世紀以上的山賊 他們原本來自中國各省各市 卻因為跟中共奪權失敗 讓他們不得不逃到台灣 即到台北的陽明山上聚會 每當他們齊聚一堂 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讓他們的大頭目繞開憲法 並無限循環的統治台灣 而且還要綁架全台灣人 為反攻大陸這件事動員起來 把台灣人當作自己的戰爭資本 跟剝削對象 一切經濟發展、國家建設 都是以服務這效搓人為目標 而不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家鄉 也看不起台灣人 認為台灣只是一個邊垂地帶 總有一天他們會回到祖國光復大陸 聽到這邊 應該已經有朋友猜到斯坦耀講什麼 那就是國大代表 萬年國會 我會說這群老人 曾經是台灣國家正常化的一道路障 這個路障沒有在截嚴後完全消失 也沒有在1990年的野拜和運動消失 只不過是讓這群政治老人退休罷了 直到2005年 國大代表才正式成為歷史名詞 那麼這群老國代到底是怎樣迫害台灣呢? 二戰期間 台灣受到日本的利用 二戰結束後 以為終於迎來安穩的年代 但是隨著蔣介石在中國的真正失敗 台灣人隨即又開始過期 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代 在當時有史以來是世界上最長的戒嚴 這個黑暗版的台灣No.1 在2000年以後才被敘利亞的48年 跟埃及45年打破紀錄 而動員看亂時期臨時條款 更是行事長達45年之久 因應動員看亂時期臨時條款 各種以動員勘亂為名的法律 也陸續頒布 包括1950年公佈的 動員勘亂時期減速匪諜條例等 任意的就可以把匪諜貼在民眾身上 讓台灣人被迫長期住在白色恐怖之下 這些豐功偉業 都是敗老國代之次 不愧都是來自中國 他們把所謂的無限任期制 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且這些國代不但人數眾多 還是一副在戰爭狀態下的國家蜜蟲 有得吃還有得拿 高額稅費、公費瞑目 像住宿費、交通費、膳食費、研究費、下午休息費、飲料券、禮品券 各種福利待遇 一個月稅費和公費 大概各有新台幣9萬多 今天都要花300多萬元 一個月就要花幾億 這麼爽的爽缺 一做就是好幾十年 各種利益交換 好康福利 爽到讓老國代們 不管是拿拐杖被扶來 坐輪椅被推來 躺單架被扛過來 插呼吸管的 打點滴的 挺尿袋的 帶抽彈器的 甚至還有職務人代表 在家屬於醫護人員的扶持下 投下自己身勝的一票 投給他們的大頭目江介石 也好在候選人只有一位 不然真的懷疑他們會不會投錯票 在江介石選最後一次總統時 救護車從山腳排到山上 只為了接送這些老人 上山投票給86歲的江介石 當時殖民鬼片 山中傳奇 就被拿來調恨這不仁知識的畫面 到了1991年 老國代們被強制退休時 有30年國代資歷的人 還能領到500多萬台幣的退休金 想想看30多年前的物價 所以這些退休金是誰的錢? 而且解除戒嚴後 國民政府還不死心 更以確保國家安全 維護社會安定的理由 制定以尊憲反共與反獨 為三大原則的國家安全法 就是不讓那些當年被打壓的政治犯 有平凡的管道 更被當時的台灣人譏諷 真是越解越嚴 在那個厚白色恐怖時期 農民、學生、勞工、婦女團體 對於各種議題的憤怒程度 已經無法阻止台灣人發生的渴望 台灣人可以說是人無可忍 1990年代起 由蘇聯、東歐、波蘭 簡稱蘇東坡發起的 全球第三波民主運動浪潮 台灣人也感染到這股世界潮流 根據統計 光是1987年 也就是台灣宣布解嚴的那一年 大小規模的群眾抗議事件 就有1600多件 也就是說 每天平均有6次以上的抗爭活動 用來維穩的經歷 高達16萬2000多人次 可以說當時的台灣人 如果不是在抗議 那就是正在前往抗議的路上 高壓水柱、警察暴力、衝撞推擠 那些香港的日常 曾經也是台灣民運人士的日常 就連我們現在常常拿來嘲笑的 中共式投票 也曾經在台灣發生過 曾經有老國代回憶 當年選總統 為了表現民主 希望投票不要出現全票通過的結果 所以投票的時候 要安排部分代表偷下反對票 這位前國代表是 當時國民黨黨部 只是他投下反對票 但是到了投票的時候 他考慮了半天 還是決定投下贊成票 結果開票後 他就被黨部找去開會 問責他為什麼不按照知識投票 他說因為黨部沒有書面保證 怕以後會當作藉口找麻煩 所以考慮了之後 還是投贊成票 這個故事讓斯坦想起了 前陣子北京通過香港國安法 那個投反對票的人真的很有勇氣 另外像是我們現在常看到的 韭菜國兩會 媒體會在不同的平台上直播 台灣當年國大代表 開會也有電視轉播 西藏、蒙古、新疆的第一屆代表 還會穿民族服裝出席 跟韭菜國一樣 想要假裝出國家一派和氣 國家富強 民族團結的氣氛 民主不是以錯而就的 如果1991年國大代表沒有改選 那麼台灣對國際釋放的訊號 很可能就是中華民國沒有認清事實的能力 還在妄想一個中國的光復美夢 國共兩黨都帶著中國大一統的思想 在看待台灣的時候 以台灣人的立場去看待國共兩黨 其實也不難發現 在利益跟口號的爭奪下 無論哪一方 對台灣國家正常化來說都是障礙 假使國大老賊們當年沒有被強制退休 那麼是否今日他們的候補者 在無人能制衡、監管跟監督的狀態下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呢? 這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各位朋友 你們覺得這個答案是什麼 可以寫在留言區哦 今年6月 中共就蔡國全國人大代表最經典的人物 軟臣和化石 AKA舉手機器的生機來 91歲因病過世 連續66年參加人大會議 他自豪從未偷過反對票 中共建政以來製造的各種政治災難 他全都舉手贊成 大躍進贊成 人民公社贊成 文革贊成 鬥劉少奇贊成 鬥鄧小平贊成 否定文革贊成 平凡劉少奇贊成 平凡鄧小平贊成 等等,這是精神錯亂吧 2010年中國全國兩會時 記者採訪生機蘭問他 您平時跟選民有交流嗎? 選舉的時候跟選民有交流嗎? 生機蘭回答 沒有 沒有,通過 我們這是靠民主選舉的 你交流就不合適 不選你 你就不要去個人 除此之外,2013年 生機蘭在山西開放團上發言 能得到養老保險金 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感到非常高興 經典 經典中的經典 原來不跟選民交流才是民主 正常國家都有的養老保險金 也被他說成只有中共才有的福利 讓這種全國人大代表做到2020年 中國人真可以 然後咧 中共還妄想移植這個制度到香港 港府最近說一位疫情的理由 要引用緊急法 有中國人大決議後 香港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 也就是現任議員強行延任一年 北京政府不但舉雙手雙腳支持 通過 衍生的立法機關空缺 將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決定 香港人表示非常擔心 因為這種案例一旦出現 是不是以後每一屆立法會任期 都要經過中共人大決定 香港就變成台灣維權時代2.0 立法會變成萬年國代 請公派可以永遠繞開民意跟選舉 另外今天也想推薦一位朋友的作品 是一位漫畫插畫師 這邊是他的PIXIV的連結 其中有一番共為主題的系列作品 也有奶茶聯盟系列喔 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和留言喔 我是斯坦,我們下次見,掰掰! 手で啟解 藍物